台北市長柯文哲的母親何瑞英 在昨天公開表態 2020總統大選會投給蔡總統 跟加碼爆料兒子柯P是綠底 也是一樣要投蔡 但是柯文哲在電視專訪時卻說 家中最討厭蔡總統的 就是他的太太陳佩琪 所以太太跟媽媽兩個人都在影響他 面對這樣的問題 今天出席活動時他表示 現在還在考慮 你不聽柯P說他是綠底的嗎 你下來到蔡英國 會啊 我想是會啊 柯媽媽前一天幫忙表態 柯文哲會不會投給蔡英文 深陷兩個女人戰爭 還在考慮而已 我們家就是典型的民主多元 每個人都很有自己的想法 你要不要去問陳佩琪看看 你要知道我們家 最討厭蔡英文的人是誰 你曉不曉得 陳佩琪 這兩個女人都要影響我 老婆陳佩琪從痛恨民進黨到 討厭蔡英文 讓柯P家投票行為陷入分裂危機 26號柯文哲臉書再度發文 所有政黨獎民眾黨扯民進黨後腿 讓國民黨漁翁得利 平時抹紅我又覺得我會瓜分 綠營選票真的是在哈樓 卻也驗證柯文哲民意導向 孔臣大選左右勝負關鍵 總統大選沒參戰藍綠局停哪邊 最後可能抉擇薄席之爭 我媽的話還是聽老婆的話 這是一個好問題 藉由陳佩琪 林佳蓉 台北大 老婆 全都在 自治安